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旁素素利用虚假身份骗人钱财招惹男人 去年与我恋爱并怀孕生子 骗到我钱财后就偷偷走人 我被他所害 不仅没了钱还见不到亲生的儿子 这样的女人实在可恶 为了避免再有人被他欺骗 请大家转发警惕旁素素这个骗子 这个照片里的女人不是你 李俊生气地说 当天上午 他看到同事们窃窃私语 不时地向他张望 他问了助理小李之后才知道 有人在视频软件上翻到了这段视频 视频里还有网友们 对于妻子庞素素的各种指责 这些都让他感到无地自容 而庞素素看了视频 也气得直发抖 李俊并没有因为庞素素的否认 而转变态度 他仍旧盯着庞素素 眼神像是一把冰冷的尖刀 听李俊这么说 庞素素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如果说视频里就是提到庞素素出轨 可是对于视频里 还说到了庞素素怀孕生子的事 妻子什么时候怀孕生了孩子 作为丈夫的李俊 难道会不清楚吗 他应该很容易就识别出真假 进而去判断 这个视频是不是在胡说八道 可是为什么李俊的表现 好像并不是很相信妻子 反而更愿意相信这个视频呢 李俊和庞素素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还得从李俊和庞素素相识 开始说起 我以前给别人化妆 有一次我跟庄的时候 他是伴老 他主动加我的微信 我俩相处一年多之后 我就嫁给了他 他说 我每天洗澡 太辛苦 也挣不了什么钱 他堂堂一个大老板 也不需要我干什么活 好好在家得 所以我就此问值 在家做了村子派 按庞素素的说法 丈夫李俊 有两项特别突出的特质 一个是头脑灵活 一个是吃苦耐劳 靠着这两项特质 来自农村的李俊 白手起家 成为了亲朋好友口中的大老板 随着李俊事业越来越成功 他呢 也逐渐的沉醉在 别人给自己编织的这个光环当中 对于啊 这个面子呀 排畅啊 那是越来越看重 两年前 为了进一步追求事业上的突飞猛进 李俊看中了一个投资回报率颇高的项目 经过考察 公司的决策层 普遍认为啊 该项目回报率虽然很高 可是与回报率对应的这个风险呢 也是很大的 但是事业上的顺风顺水 让李俊对于自己的判断那相当自负啊 他听不进去大家的分析和劝阻 毅然将公司大部分资金都投入到了这个新项目当中 结果呢 投资并没有让他啊如所料想的那样财富更上一层楼 反而因为大部分资金打了水漂影响了公司的日常经营 所以没过多久呢公司就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困境 李俊不得已变卖了汽车房子还债 大大缩小了公司的规模 这呢才勉强让公司活下来 为了减少他的负担我就和他商量上出去工作 没想到人家死活不同意还说我挣了点钱能干什么 唐素素说当时看到丈夫暴跳如雷 他只好不再提工作的事 而在家当家庭主妇那几年百无聊赖的时候 他就自己尝试做烘焙 他做的蛋糕甜点经常受到亲朋好友的好评 眼看着家里的经济状况开始入不敷出 他就瞒着丈夫在朋友圈里卖起了蛋糕 我在朋友圈里卖蛋糕 朋友们口口相传订单越来越多 虽然每个蛋糕挣的都不多 但毕竟是靠我自己的双手挣钱 一方面补贴了家用 另一方面我也体会到了那种被人认可的满足感 然而就在庞素素感觉到充实而愉快的时候 他在朋友圈卖蛋糕的消息 还是不静而走 传到了丈夫李军的耳朵里 妻子不仅瞒着自己在朋友圈里卖蛋糕 还送货上门 这对于本身就有点大男子主义 又正直事业低谷的李军来说 简直就是莫大的耻辱 一次他回家正好碰到出门送蛋糕的妻子 他上前二话不说 就把妻子手中的蛋糕给夺了过来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朋友圈里卖蛋糕 别人是怎么看我的 别人会说我李军不想了 你让我的脸王大哥 你是不是嫌我没本事 我告诉你我还会东山再起了 轮不到你去送外卖给我丢人 李军突如其来的举动 把庞素素吓懵了 看着自己精心制作的蛋糕 被丈夫粗暴地给毁了 庞素素压抑许久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你 你事业受创我心里也难受 可我却帮不上忙 我看不起我自己 做蛋糕送外卖 我靠自己的能力挣钱 还能分担一部分家庭开支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看着一向顺着自己的妻子 竟然一反常态 跟自己顶起嘴来 李军感觉 自己一家之主的威严 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他一气之下 竟说出了分开的话 朋友们都知道我老婆到处去送外卖 他们都在背后笑话 我当初有多方向 现在就有多落魄 你还觉得不丢人吗 要么你打消出去工作的想法 要么你到没人认识你的地方去工作 去寻找你那满足感 我实在丢不起这个人 庞素素没想到 都到这个时候了 丈夫李俊 首先想到的还是她的面子 她不再说什么 收拾了行李 失望地离开了 妻子离家打工一年多 回来后 短视频平台竟流传 妻子跟别人生了孩子 我也很想相信你 可是如果真的没有什么的话 谁会这样追对你 这事你还是得给我说清楚 网络谣言的始作俑者身份曝光 竟然是妻子的前老板 你自己做的事问自己清楚 我就不能让你在这边占了便宜 回到家你还能太太批评地过日子吗 妻子和前老板之间究竟有啥恩怨 她骗了我 我肯定不能让她好过 丈夫收到的暧昧视频 她在身边正在讲述 久坐久站 用腰不当 容易引发腰疼腿疼腰细酸痛 陈礼记 书筋健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腿疼腰细酸痛 强筋骨趋疼痛 书筋健腰丸 对正 人老细不老 全靠腰腿好 好 书筋健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趋疼痛 书筋健腰丸 对正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博翠肱药 匠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好好好 堵了 堵了 这茶壶堵了 还不要紧 如果得了三高 血粘稠 哎呀 就怕堵了心和脑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 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 清血八味片 传承三百年清血骨方 精选矿物药 动物药 植物药 三药合一 清烘血 您看准了 清血八味片 专利药 专要清烘血 清血八味片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清血八味片 书筋 借腰丸 专要专去 腰椎键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 黄鹤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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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病 得治 怎么治 抹药 抹药治疗 黄鹤斑 开始 斑利静牌 升级软膏 以医学为依据 治疗黄鹤斑 改善面色少滑 是国家批准的 国药准字号专利药品 斑利静牌 升级软膏 抹药治疗黄鹤斑 抹药 好得快一些 斑利静牌 升级软膏 黄鹤斑 你开始抹药了吗 就这样 庞素素离开李俊 出去找工作了 两人都在赌气 很长一段时间 相互都没联系 后来过了 差不多一年时间吧 在家人的劝说下 李俊经过不断的反思 也意识到了 妻子呢 并不会因为自己没钱 而看不起自己 想通之后 他就立即拨通了 妻子的电话号码 我以前是死要面子 活受罪 伤害了我老婆 当时他三发五次 过来给我道歉 说以后什么事都听我的 再也不干涉我的工作 我俩以后重新开始 把日子过好 听了李俊诚恳地道歉 庞素素原谅了他 并当即跟着李俊回了家 两人也打算好好努力 把日子过好 可没想到 就在这个时候 李俊却突然看到了 那段名为 还我孩子的视频 妻子离开一年多 足够生一个孩子的时间了 李俊阴沉着脸 一言不发 庞素素急得团团转 却不知道 怎么跟丈夫证明自己 突然 他慌慌张张跑进屋 拿出了一张纸 你看看 这个就能证明我的清白 原来 庞素素在与李俊分居期间 曾因患子宫肌瘤 到医院做了相关检查 B超报告清楚地显示 庞素素当时并没有怀孕 结合庞素素跟李俊和好的时间 庞素素根本就不可能 在分居期间怀孕生子 现在可以确定 那段视频中提到的 我跟别人有孩子这件事情 是胡说八道吧 素素 我也很想相信你 可是如果真的没有什么的话 谁会这样追对你 这事你还是得给我说清楚 看到丈夫 还是没有完全消除 对自己的怀疑 庞素素气得 直跺脚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也没有得罪过谁 到底是谁发的这个视频 我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我一定要弄清楚真相 庞素素红着眼 把视频和发布者的信息 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 最后 她的目光停留在了 发布者的用户名 发布者的用户名 叫沙漠里的鱼 这个名字 庞素素总感觉在哪里见过 她拿出手机 对着自己微信的通讯录 一个个名字查看 竟发现 自己打工时候的老板 雷永万 她的用户名也叫做沙漠里的鱼 我当时在半高店打工 当时栽了老板雷永万的微信以后 我就在微信上背出了老板的名字 所以一开始看到沙漠里的鱼的时候 才没想起来是谁 确认老板雷永万的微信用户名 与视频发布者的用户名一致 庞素素更猛了 自己工作的时候 跟老板雷永万的关系挺好的 老板还经常夸自己 连给自己发的奖金都比别人多 这会儿 怎么老板跟变了个人似的 要在网上诋毁重伤自己呢 那么 视频发布者真的就是老板雷永万吗 会不会只是巧合呢 庞素素 立即拨通了老板雷永万的电话进行确认 为了证明清白 庞素素使用了免提 以便丈夫李俊能够听到全部的对话 你是不是在网上发视频诬蔑我了 视频就是我发的 你也不用我下说了 我是不会删除的 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清楚 我就不能让你在这边占了便宜 回到家你还能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吧 没想到 雷永万竟然大大方方地承认 那条短视频就是他发布的 说完他就挂钻了电话 人们指望这通电话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是老板雷永万的态度 却彻底让庞素素傻了眼 他不明白自己哪里得罪了雷永万 丈夫李俊摔门而去 庞素素决定 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随后我们就跟着庞素素 来到了他曾经工作的蛋糕店 见到了老板雷永万 对于为什么要发布那段视频 雷永万也给出了解释 他骗了我 我肯定不能让他好过 雷永万的话让我们意外 庞素素真的欺骗过他吗 他们两人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呢 这一切还得从庞素素出去找工作开始说起 当时我跟我老公大吵一架后我就离开了 没办法继续在朋友圈卖蛋糕 我只好重新找工作 可是我结婚后好几年都没有工作 跟社会脱节太久 化妆的老本行也生疏了 学历也不出众 找了一楼工作都没有结果 我路过这里看到有招聘员工的信息 所以就想试试 雷永万在太原经营着好几家蛋糕店 生意做的也是风生水起 这天庞素素来到雷永万的蛋糕店面试 庞素素满怀信心地说 自己在网上看过很多做蛋糕的视频 并且在朋友圈也卖过一段时间蛋糕 朋友们反响都不错 自己一定能够胜任这份工作 没想到雷永万看了一眼庞素素的简历 头也没抬就拒绝了 他也没经过正式的排训 也没有在蛋糕店工作的经历 他有什么优势来一批这份工作了 庞素素离家后经历了好几次面试碰壁 这次又被雷永万直截了当地 指出了自己的劣势 他是一阵委屈涌上心头 当即就哭了出来 当时他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抬头才看到他人家在那哭了 我这人也看不得别人委屈 我就问他哭啥了 他说找了好几份工作都没结果 这找不像工作了 他都没法活了 我看他可怜就把他留下来了 庞素素很感激老板雷永万 给自己一份工作 干起活来也是特别卖力 白天做销售 晚上就在蛋糕店里做学徒 雷永万今年38岁 雷永万的前女友性格泼辣强势 最终两人的感情无疾而终 而在与庞素素的进一步接触当中 雷永万不仅清新于庞素素的美貌 更沉醉于庞素素温柔似水的性格当中 他认为庞素素无论是性格还是样貌都非常的适合自己 后来我才知道他跟他老公产生了谋动 两人分居了 这才独自出来打工 女人去蛋糕店求职 老板路用了他 却别有用心 老板给女人发了两万元奖金后 女人竟不辞而别 奖金发发的没几天他就辞职 连个照顾也不达 只是在我的办公室放了个辞职信就走了 我觉得我笑个傻子 被他玩弄于鼓掌之间 老板心有不甘 决心报复 最终又会为自己的不理智行为付出 怎样的代价 丈夫收到的暧昧视频 他在身边正在讲述 我的腰腿 我坐坐 收紧剑腰 保护起来 想去哪 挺起腰 咱踩腿就走 这一旦腰椎尖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收紧剑腰专要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收紧剑腰丸 强筋骨 趋腾痛 专要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收紧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我的腰腿 我坐坐 收紧剑腰 好起来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再好的本事 也要靠个好身体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痛啊 输筋 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 剑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 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要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疼酸痛 输筋 剑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国粹中药 向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好好好 赌了 赌了 这茶壶赌了 还不要紧 如果得了三高 血粘稠 哎呀 就怕赌了心和脑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 哄血范畴 哄血不清 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 清血八味片 传承三百年清血古方 精选矿物药 动物药 植物药 三药合一 清哄血 您看准了 清血八味片 专利药 专要清哄血 清血八味片 祝您 哄血清 心脑好 猛奇清血 八味片 输筋 剑腰娃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对啊 快要人 不要换车 都不出来 只有 每一个人都能够战身 我明白你的句子 得知庞素素和账户分居 雷永万的心底对庞素素又多了一份怜惜 同时他感觉自己有了追求庞素素的机会 但庞素素毕竟还处于婚姻关系当中 如果自己直截了当的和庞素素表白 那别人会怎么看自己啊 又或者庞素素有所顾虑 反而把职辞了 那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雷永万左思又想 决定啊 还是先不要表露心计 先以工作为由 和庞素素多接触接触再说 可是雷永万没有意识到 他自知追求有夫之妇不够帮彩 又担心庞素素拒绝 就以老板的名义去接近庞素素 正是他这些不光明磊落 曖昧不清的行为 让他陷入了自己被自己编织的情网 我对他很照顾 有什么招呼 那会儿都是让别人去干了 在工作中 雷永万经常有意无意的 给庞素素特别的照顾 庞素素晚上做学徒的时候 雷永万甚至还亲自做起了 庞素素的师傅 叫庞素素做蛋糕 一来二去 两人愈发熟络 不仅经常交流做蛋糕的心得 还会谈到一些 人生感悟 庞素素 每次主动聊起些什么 雷永万就会在心底暗息 认为两人的关系又进了一步 过了大半年 雷永万看庞素素 来店里工作都那么久了 却连他丈夫的影子都没见到 也没听到庞素素 提起过丈夫的任何消息 便有意的打听了起来 我当时就问他 我说你来我这工作 也挺长时间了 你丈夫不找你吗 他说就算他来走我 我也不会回去的 庞素素当时的回答 让雷永万欣喜万分 他认为 庞素素跟丈夫的感情 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离婚是迟早的事 庞素素之所以对他 袒露这些事 就是对他有好感 于是他对庞素素 愈发上心 然而 对于雷永万的这些心思 庞素素却全然不知 我当时只觉得老板人很好 不仅在工作上经常提点我 生活上也很关心我 他问我老公的时候 我当时也是赌气 我知道我老公是不可能改变观念 接受我出来工作的事 他更不可能到店里来找我 而且都那么久了 他甚至连主动 虚寒问暖都没有 我能不生气吗 可是这些 我也不能和老板说呀 我更不知道老板啥想法呀 庞素素的心理活动 雷永万确实是不可能了解 他还以年终奖的名义 给庞素素发了两万元钱 可没想到 就在年前 庞素素竟然不辞而别了 掌机发发那没几天 他就辞职 连个招呼也不达 只是在我的办公室 放了个辞职信就走了 我觉得我笑个傻子 被他玩弄于古早之间 看到庞素素的辞职信 雷永万才得知 庞素素跟丈夫和好 回到了丈夫身边 在信里 庞素素对雷永万 这一年来的关照 表示了感谢 雷永万 感觉自己的肺都要气炸了 但是又找不到发泄的出口 十分的窝火 他说 要不是觉得 跟庞素素有可能 自己怎么可能 会给才入职一年的员工 发那么高的奖金呢 回想起庞素素之前说过 不会回到丈夫身边的话 雷永万越想越觉得 庞素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骗子 他就是个侧头侧尾的骗子 雷永万承认 视频里的内容都是虚构的 不过他认为 是庞素素 故意使自己陷入了 有机会追求他的假象 是庞素素骗了自己 让他竹篮打水一场空 因此心有不甘的他 就在视频软件 注册了账户 发布了那条 造谣庞素素的视频 我知道我网上发这个视频 会有很多人看到 我想着他老公看到的话 肯定会去跟他吵架 两个人说不定离婚了 即便两个人不离婚 他老公也会凶持他一动 我也能出这口气 庞素素万万没有想到 陷害自己的人 竟然是前老板雷永万 气愤至极的他 当即给雷永万提出了三个要求 当着我们的面 雷永万答应删除视频 赔礼道歉 但是拒绝做出赔偿 看到雷永万的态度 庞素素当即决定 到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诉请法院 以诽谤罪判处雷永万 承担刑事责任 并要求其赔偿损失 那么雷永万是否涉嫌诽谤罪呢 我们也咨询了律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246条的规定 诽谤罪是指 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样的话会处于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诽谤罪呢 它侵犯的是 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和名誉的相关的权利 那在网络传播中呢 通常是要求捏造的事实 它的点击传播达到5000次以上 或者是转载 转发达到500次以上 那我们看本案中 雷先生他虚构的凝结呢 而这个传播的量 如果一旦达到5000次以上 或者转发量达到500次以上的话 我们认为他就构成了形式上的诡谤罪 律师认为 雷永万捏造与庞素素 生了一个小孩等事实 通过网络发布视频的方式 使用侮辱性言辞 贬损庞素素的名誉 其行为侵犯了庞素素的名誉权 而在节目播出前 我们得知 庞素素将雷永万报上法庭 最后在法院的调解下 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雷永万自愿赔偿庞素素 名誉损失费3000元 由于本案是刑事自诉案件 庞素素自愿撤回自诉 不再追究雷永万的刑事责任 案件落下帷幕 李俊和庞素素和好如初 经历这次视频造谣风波 李俊意识到 今后他需要更加信任自己的妻子庞素素 而我们想说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 利用网络诽谤他人 终究也逃不过惩罚 在网络生活中 每一个人都要谨言慎行 遵纪守法 是每一个网民必须遵守的底线 谁越过了底线 谁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 选电信光速3000兆 上网就是快 中国电信 安邇 都不敢打费 如果不够 二十六四四三十五五三十四五三十五三十五三十四十五三十六六四十四十五四十五十五十六十六十三十六十五十六十九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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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十五十五十六十七十六十五十六十七十五十六十六十六十五十六十七十六十六十六十八十五十六十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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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十五十八十六十五十年